其他这些菜只要洗干净了 直接切打碎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煮了 越新鲜越好 其实也很简单 切碎 然后打烂 然后在这个大锅里 mix到一起 再分袋装到冰箱里 就结束了 如果打完了有水分的话 就需要控一下 像这种没有水分 直接可以就倒到锅里了 花椰菜看着最硬 其实打起来是最好打的 这新鲜蔬菜看着颜色就是好看 绿叶菜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红柿椒 比想象的打出来的枝叶比较多 所以就要稍微控一下 这个绿柿椒虽然比红柿椒好一点 但还是有不少质叶 所以也就到这里面一块儿控一下 然后还要放一块儿姜 这个柿椒啊 红绿柿椒 散出来的汤 可以了 刚才煮过的表面 也打一下 这也不太好打 所以又倒出来切了一下 这是上回蒸的这个燕麦 藜麦和糙米 这个按说应该是适量 大概是30%和70%的一条蔬菜 差不多了啊 这个我管它叫蔬菜碎吧 最后再几个柠檬汁 嗯 这个蔬菜碎的可以了 然后待会儿装袋 冷冻 每天适度冷藏 拿下来冷藏 然后解冻 吃 这就是我给 我家鹦鹉 给Lufia和伊赖准备的 我现在计划是早餐和午餐都吃这个 嗯 因为因为蔬菜是不限量的啊 随便吃 然后呢呃 这些米呢是每天适量这些糙米 另外如果因为我不吃鸟粮 如果要吃鸟粮的话也是每天适量 水果是每周大概三次 呃 然后呃 鸡蛋是每周一次 然后白肉 也就是鱼肉什么的 是每周一次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规划 哦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啊 种子 发芽的种子 嗯 就是说 就是这样的 那我买的这种种子 然后先拿 就是让温水泡12小时常温 然后拿出来放在这种有呃 这个叫湿毛巾的上面 湿毛巾上面有有水的 要有水 然后接触空气 它就会大概呃 12到36小时 它就会发芽 目前有观察 可能跟我们温度有关系吧 大概是 呃 从发芽开始 从放到这个湿毛巾上开始算 呃 36小时左右 24到36小时是最好的食用状态 因为它 你再长时间的话 它就会 芽转的很长 那种子就没了 拌匀 拌匀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比如这个粗米啊这些也是线蒸的话那你要把它放凉了才能往这里混合 因为就最后要放冰箱嘛 而且就是温度温度也会影响这个蔬菜本身的这些生食蔬菜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嗯 但是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没打没打没打开的就是成块的这个食物 但我觉得也问题不大啊 可以留一些让他们有这种咬合的感觉 然后只要按照每天 他们能吃 比如我计划是一天两顿早中嘛 那我就要测试他们一天早能吃多少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你就先给比如50克 然后你就让他吃个两三小时之后他不吃了 那你就把剩下那些拿回来撑一下 我已经撑出来 卢戏大概一餐吃这个连吃再浪费吧 大概35到40克 所以我现在每次给他就是早饭50克 那午饭也是50克 然后晚饭呢因为刚才说的那个要吃那个发芽种子发芽种子吗 那个也是50克 大概一天就是150克 但实际他吃饭 他这种人吃下去大概也只有和20%到30%大部分还是浪费掉的 鸟就是这样的 这个确实没什么办法 按说应该使用更高级的争控包装 我这个比较偷懒 我就那个简单包装了 然后我计划一天 luffy两顿是50克 然后给依赖准备一顿的量 暂时 所以我就订150克一袋 然后去把它分袋装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那就开装呗 就这个 虽然我这个不是真空袋 但是我还是尽可能要把空气挤压出去 然后扁平化 这样的话最后启动也比较方便 把空气挤围 然后折一下就OK了 老李来捣乱 你又不吃菜 你捣乱 老李 还不走了 你在这儿干啥 老李 你也不吃菜 你在这儿给我捣乱 捣乱捣乱捣乱 监工在上面 监工 楼飞 监工在这儿盯着 所以刚才一大锅做出来 第一袋150克 这是12袋 这是一袋半 所以就一袋 也有三分之二吧 所以就大概13袋 13袋按照现在的食量 规划大概是能吃 就是13天吧 嗯 这一大锅 其实就出时13天 其实可以更多做更多一次 只是我 基本上就目前目标 就是两周做一次